JDK 1.8新特性 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JDK 1.8的新特性 大家都知道现在JDK 1.9版本呢已经出来了 那可能有些朋友对1.8的新特性还不是很了解 那么在这里呢我对其做一下简单的说明 那么主要分为三部分 引言以及具体内容和总结来去说明 引言 加奥8又称为JDK 1.8 是加奥语言开发的一个主要版本 是奥瑞克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发布的 然后我们说它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哈 五部分 第一部分Lamina表达式 Lamina表达式是JDK 1.8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更新 它呢也意味着Java开始承认了函数式编程 并且尝试将它引入其中 那么我们说怎么来去看这个JDK 1.8的这个Lamina表达式呢 我举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去说明 就是创建接口定义两个整数求和的方法 那么呢创建该接口的子类对象完成对10加20的求和 我们知道如果你有一个接口的话呢 接口里面的方法是抽象的 是没有方法体的 我们可以通过来去创建该接口的实现类 并且重写该类中的抽象方法 完成对方法体的添加 那有了方法体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创建子类对象 并且调用该方法完成具体方法体内容的一个书写 获取 那么我们说Lamina表达式呢 就省去了我们的这个接口实现类的这一步 简化了书写 它的具体的一个格式呢 就是由小括号箭头以及花括号组成 小括号里面呢代表的是该方法的传餐 箭头呢是执行结果的意思 花括号里面就代表的该方法体具体执行的内容是什么 那么注意这一点哈 只有是函数式接口才能使用Lamina表达式来去简化书写 什么是函数式接口呢 这也是JDK1.8里面的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也就是该接口中只有一个抽象方法的这种接口 叫做函数式接口 OK 那么我们说哈 这个Lamina表达式在具体的应用层面呢 我们可以就是主要来说简化书写吧 它可以简化我们现成的一个书写 包括使用Foreach来去便利集合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使用Lamina表达式来去简化书写 其次呢 还有咱们的一个集合的排序 我们说对集合的排序呢 我们主要是用的这个ConnectionS工具类中的Salt方法 来对集合按照主定比较器顺序进行排序 那么呢 之前呢 我们是一把的 然后学了Lamina表达式之后呢 就可以简化书写为 直接将它的Comparsor呢 简化为Lamina的形式 比较两个参数 来去完成这个结果 那么当然注意一点哈 在这里面也说 在JDK1.8之后呢 类似的集合呢 是多了一个Salt方法的 该方法呢 是可以完成对集合的自己的排序的一功能的 在之前是没有的 OK 这是第一个Lamina的表达式 第二 局部内部类中的变量的修饰符 我们说局部内部类中的变量的修饰符 默认是被Final修饰的 这也是一定要的 那么我们说 在JDK1.8中呢 就完成了对该Final修饰符的一个简化说写 1.8版本之后 可以不用写这个Final可省略 但是呢 默认该变量依然是被Final修饰的 这是一个简化书写层面的 第三点默认方法 默认方法是我们说 在接口中支持了被Default关键字修饰的方法 该方法具有具体的方法体内容 被Default修饰的默认方法 原来我们说接口呢 是只有抽象方法的 那么现在呢 你可以使用Default来修饰方法 也可以用Static静态来去修饰方法 那么该方法本身是有方法体内容的 这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Default关键字呢 只是在接口中修饰方法中的使用 在普通的类中是不能直接写Default来一个方法来这么写的 OK 第四点就是我们的Data API 我们的GDK1.8呢 提供了一些处理时间问题的专门类 那么这些类呢 都是放在这个Time包下边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API啊 有一个Java.Time 点开它 你会看到它里面呢 会有一些根据跟时间相关的具体类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Clock这一看就是时钟了 对吧 那么也看一下它的版本 更新是GDK1.8版本以后的 包括LocalData LocalDataTime 它呢可以方便我们对时间的 更简单的就是具体时间的一个操作 包括你如果想获取只有年月日的 或许只有十分秒的 可以用具体的类来去完成 那么注意哈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 也就是LocalData 当你去创建LocalData之后呢 使用这种方式来创建 该类对象之后 可以获取年月日 中间呢 它这个月是我比较喜欢的 它的月呢 可以从1到12来去这么划分 并不像我们原来去获取月的时候 是从0到11 然后我们直接操作 还有加1这种操作 还是不是特别人性化 那么它这个1到12呢 就比较省时间 比较更贴近我们自己的实际操作吧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方法 还是比较简单的 OK 那么第五个流 也就是我们的Stream 那么Stream呢 本质上呢 我理解为它更接近于 Iterator迭代器的一个效果 不过呢 它能够操作的方式 就是说 最集合的一个操作呢 会更多一些 因为它提供了具体的方法 来去完成这些功能 来我们看一下哈 Stream 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个List的集合 定义的是Integer的 它的一个 然后那个存储类型 那么我们说 我们可以用Stream 首先使用 比较Stream方法来获取 对应的Stream 这一点就非常像Iterator了 获取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 调用Stream里边具体的方法 完成对该集合的一个具体操作 比如说我们要获取 只保留该集合中 Nan的数据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的过滤器 来去完成 结合我们的这个Lama的表达式 来去完成具体的 对集合的相关操作 包括一些数量啊 等等等等啊 什么Limit啊这种 获取的这个阶段条件这种 还是比较好用的 还是很好用的 OK 我们说啊 这是第五点 也是呢 我介绍的JDK1.8 新特性内容的最后一点 当然JDK1.8 新特性里面 还有其他的一些 我就在这里不做简单的 不做介绍了 那么总结来说 JDK1.8的一些新特性呢 主要呢 我理解了呀 还是为了简化代码的书写层面的 比较多 那么呢 但是呢 可能比如像Lama的表达式这种呢 我们最开始是不太习惯去使用的 但所以呢 还是需要大家去 慢慢的去习惯使用它 OK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